在小说天龙八部中,乔峰在自杀前为了不让丐帮武学失传,便将降龙十八部中,乔峰在自杀前为了不让丐帮武学失传,便将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西数传给了二弟虚竹。 有人就纳闷了,乔峰不是与段玉关系更好吗?为何将武功全传给了虚竹?这里主要涉及到几方面的原因,首先段玉对武学不感兴趣,看过小说的人都知道段玉身上的武功都是在机缘巧合下学会的,而且他本人本性纯良,所学武功都是为了自保而不是杀人,而乔峰的小龙十八掌太过刚猛霸气,杀伤力十足,对段玉来说有点承受不起。 其次,虚竹有逍遥派几十年内力和小吴相公做基础,学起来更快。乔峰在传虚竹武功时,时间很紧迫,所以需要一个记忆力很好的人,才能将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记清楚。 虚竹虽长得没有段玉帅,但记忆力却很好,而且有师伯李秋水教他的小吴相公,学起武功来有事倍功半的效果。 最后,身份问题,盖帮是中原的帮派,而乔峰是契丹人,段玉是大理人,只有虚竹是宋人。 乔峰因为身份问题,一直感觉愧对盖帮,所以便想在临终前将盖帮武学还回去。 当时,盖帮没有能挑大梁的人物,他便先将武功传给虚竹,让虚竹找合适时机传给盖帮弟子。 而如果江武功传给均�